哈喽小朋友们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玩奥特曼的玩具了 这是罗布奥特曼中的哥哥 罗索奥特曼的烈火形态 他的胳膊呢可以360度旋转 头呢也可以 身子也可以旋转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奇怪呢 再把它旋转回来 那么他给我们带来的起序蛋呢 是一个黄色的 听里面应该还有很多小东西 我们来打开它 哇这应该是一个奥特曼的拼装人偶 拼上去之后呢 这是盖亚奥特曼 他的身上有很多的肌肉 看起来非常厉害 罗索奥特曼今天得到了一个盖亚的迷你小人偶 第二位呢是罗布奥特曼中的罗索 他身上呢是蓝色的 这是他的月水形态 而他的必杀鸡呢是月水斯特流母光线 他带来的是红色的起序蛋 来把它打开 哦这是黑色和红色相间的小人偶 哦原来是大坏蛋贝利啊 他的手指非常的长 看起来好凶猛呀 而他的眼睛呢像火苗一样 哦好灰呀看起来 布罗奥特曼要和小贝利亚一起去玩了 杰德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呢是绿色的起序蛋 这是他的原始形态 身上呢有红色黑色和银色的条纹相间 眼睛是蓝色的 看起来像火苗一样 和贝利亚很像 没错 他就是贝利亚的儿子 不过他宠上呢是正义 来看他带来的绿色的起序蛋 同样呢也是奥特曼的小人偶 他呢就是杰德奥特曼的迷你型 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简直一模一样呢 杰德奥特曼很喜欢他的迷你小玩偶 赛罗奥特曼呢 给我们带来的是紫色的起序蛋 里面呢也有很多小东西 我们来打开它 哇这看起来也是奥特曼的拼装迷你玩偶 哇原来迷你版的赛罗奥特曼好可爱呀 和他的身体相比 他的头呢显得有些大 两个非常厉害的头标 哇它们简直是一模一样 赛罗奥特曼终于也有了自己的迷你小人偶 这是哪位奥特曼给我们带来了新玩具呢 哇原来是罗索奥特曼 而这是他的烈火形态 他的铠甲手臂还有脚腕都是红色的 头上呢有两个黄色的头标 这是他的烈火形态 而他的必杀机呢是烈火爆球机 哇 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新玩具 上面有一个非常迷你的小人偶 那么我们来打开他 往后看起来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人偶 还有一个小托盘 打开之后呢在小人偶下面有一个孔 可以把它站在小托盘上面 这样可以放在书桌的上面 一个很可爱的小摆件 他的手臂呢可以360度旋转 还可以拿下来 一个可拆卸的迷你人偶 他的眼睛呢是黄色的 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爱呢 他就是我们的初代奥特曼 今天罗斯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呢 是初代奥特曼 而第二位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奥特曼玩具 这是罗布奥特曼中的弟弟 布鲁奥特曼 他身上呢是蓝色的 还有蓝色的头标 连眼睛都是蓝色的 这是他的越水形态 他的必杀机呢是月水斯特 流母光线 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奥特曼玩具 上面这是哪位奥特曼 你们认识吗 现在来打开他 哇这是一个麦克斯奥特曼 他身上呢有黄色的铠甲 而且他头上也有一个头标 看起来好可爱的小人偶 抬起手臂 手臂上面有很多的肌肉 这样看起来他有些很开心 把它放在小踏板上面 他还可以转圈圈 你们喜欢迷你型的麦克斯 还是喜欢超大型的呢 第三位给我们带来奥特曼玩具的 我们来看 是杰德奥特曼 他身上呢有银色 红色还有黑色的条纹 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像火苗一样 他是不是很帅气呢 来看他带来的玩具呢 哇这不是大坏蛋贝利亚吗 银河皇帝 我们快来打开他 哇这个贝利亚看起来 好凶呀 他的手指非常的长 而且他的眼睛也像火苗一样 哼哼哼 杰德奥特曼和贝利亚 长得是不是很像呢 贝利亚是杰德的父亲 不过贝利亚是邪恶的 杰德是正义的 放在踏板上面 不过迷你型的 贝利亚看起来更可爱一点 哼哼哼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奥特曼 给我们带来新玩具了 哇塞罗奥特曼 好帅气啊 他头上有两颗头标 而且他身上呢 是蓝色和红色 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玩具 上面这个奥特曼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吗 我们现在赶快打开他 而他的铠甲呢 和赛罗奥特曼都很像 嗯 头上有一个头标 他的名字呢 叫做赛文 是赛罗奥特曼的父亲 哇原来今天赛罗奥特曼是带来了一个附近的迷你玩偶 迷家怎么有点累了呢 哎呀最近这身体大不如以前了 好困呀不行我得赶紧休息会儿了 迷家变身 哎呦哎呦喂好疼啊老大太可恶了一言不合就飞我 就飞我 嗯这是哪儿啊绿油油的我这么回去吗 嗯这里怎么还有个桶啊还是红色的 难道是泡面 哎老大打肥我还送了我一桶泡面 哼原谅你了 不过这个泡面从哪打开呀 啊这么硬老大我牙不好啊 算了 操我吃吧 放开别碰我 哎哎谁谁 嗯是你在说话呀 桶面成精了哎呦我去 小小哥斯拉竟然不知道我是谁 嘿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吧 迷家变身 哎呦我竟然是迷妖的吗 对不起打扰了我不是故意的 哼你说不是故意的你以为我会相信吗打扰了我的好梦还想吃掉我你已经罪不可恕了 栽培利奥说信就这么放过他也太容易了不行我要以奇人之道还至奇人之身 哈哈就这么定了 变变变变变 咦这什么情况我怎么被困在这里了救命啊放我出去吧 哼放你出去不可能 哥斯拉你就以波罗的形态陪着我睡觉吧 一家变身 咦这个哥斯拉明明是被我飞到这儿了 怎么看不见呢 哎算了 哦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大波罗呢 难道是你个迷恋我的小弟送给我的吗 哈哈真上报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哈哈不错不错 酸酸甜甜的真好吃 哦 哦这里竟然还有个桶面 还是麻辣口味我喜欢 嗯这小弟可真上到 见到他我一定会收了他 让我先尝尝他 住嘴 哦什么情况 桶面怎么会说话 贝利奥你再仔细看看 我是桶面吗 第一家变身 哎哟 我还当是谁呢 原来是迪迦奥特曼呀 你伪装成一个泡面 做什么 哼 你管我呀 贝利奥 又打扰了我的好梦 今天我要好好的救训救训你 嘿 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是来找我的小弟哥斯拉的 可不是来饶你好梦的 哈哈哈哈 你知道你刚才吃的波罗是谁吗 就是你的小弟哥斯拉呀 胡说八道 他怎么会变成波罗呢 当然是被我变的了 哈哈哈哈 可恶 迪迦竟然敢伤我小弟 今天我定不饶你 贝利奥公布 啊 可恶 贝利奥竟然敢打我 第一家射线 啊 我去 你 竟然如此强大了 不过 我最近练了一个角色 你肯定打不过我 贝利奥 死亡公刃 啊 哼 贝利奥 别以为我第一家 是那么好对付的 现在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 栽培利奥公刑 啊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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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片森林好漂亮啊 哇 我好喜欢这里哦 不行 我要在这里休息休息 大姐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交出来 啊 大 大姐 可是 我没有钱呀 没有钱 就得把命留下来呀 小东西 啊 大哥 大哥 别杀我 我是真的没有钱 是吗 揍一顿就有了 哼 哎呦 好疼啊 大哥 我是真的没有钱 还说没钱 你刚才挨得走 事先轻了吧 再来 啊 我是真的没钱 哼 大怪兽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打我一下 我可就发飙了 哦 发飙 哈哈 好期待呀 来 标一个给我看看 哼 受不了了 这么欺负我 那 那你就尝尝 我被蒙斯坦的厉害吧 我的小宇宙 要爆发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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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够了吗 哼 你欺负我 我也打不过你 哼 告诉你 我有大哥 罩着我 我让我大哥 来收拾你 大哥 救命啊 有人欺负我 哥斯拉 在做坏事吗 有我杰德在 是不会允许你 做坏事的 哦 杰德 怎么哪儿都有 你的身影啊 哼 哪里有不平 哪里就有我 毁灭暴力 啊 哼 哼 我没惹你 你倒先来招惹起 我来了 那我 也不客气了 哥斯拉 攻心 啊 哈哈 哥斯拉 你就这点本事啊 想打败我 还差得远远的呢 杰德 十字光线 啊 咦 我明明 是呼叫的 我大哥 贝利亚呀 杰德 你怎么是你呀 我呀 恰好在附近巡逻 听到你喊救命 就过来绑你吧 哦 那 那杰德 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小子 我来了 谁欺负你呀 哦 是杰德吗 哼 竟然敢欺负我小弟 胆肥了你呀 贝利亚公布 啊 嘿 贝利亚 你不知好歹 我明明是救了他 不信你问他 是啊是啊 老大 其实是哥斯拉欺负我 杰德救了我 他帮我打跑了哥斯拉 老大 你误会了 哼 有什么误会不误会的 见到奥特曼 我就不顺眼 就要打他 贝利亚死亡公认 啊 可恶 贝利亚 你竟然这么不明辨是非 那我杰德可要还手了 哈哈 杰德超级冲击不 啊 小东西 对不起了 我把你的老大打飞了 你还是赶紧去找找他吧 没关系没关系 我这就去找我的老大 最后 杰德 我还是要谢谢你 救了我一命 不客气不客气 那我去巡逻了 老大 老大 我来找你来了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哦 拜拜 拜拜